飛聞前身的唐英年和太太喝完茶後 到中環香港會和新任行會召集人下街里會面 唐英年離開時面帶微笑 而他的感情缺失就仍然是記者的追問焦點 但唐英年就拒絕回應 下街里也不肯透露今次會面的內容 也沒有表態是否支持唐英年參選特首 外界估計二人今次因應近期金融市場 雲波董交換意見 而唐英年稍後會陸續約見金融業界的人士 包括前金管局總裁任志剛 估計為參選做準備 香港新聞電視記者廖靜馬報導